大家好 我是Jobbo 剛跟朋友去拿回來的那個燈管 我現在要把這些上面這個板子裝上那個T5燈管 然後這次買回來的這些燈管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電源線 然後這是四指的 一般的那個成板燈 雙木頭 他這種成板燈有兩種 一種是工木頭 就是這一邊是做工頭的 你要做這種串接的 一定要用雙木頭 不可以用那個工木頭 工木頭是人家 在做像那種牆壁上那種 隱藏式燈的時候在用的 那我們用這種的 最好是用雙木頭 比較好串接 然後還有這個反光板 反光板 這次只有鑽兩邊齁 我覺得兩邊應該就夠了 不用鑽到三邊 然後它這個T5燈裡面會有附一個這個延長 歇頭的 讓你接 然後把它反過來 先把束帶裝上去 這樣子 阿爾夫這個雙面箱 然後我們再把它黏住 把它黏上去就好了 把它黏上去就好了 然後後來那個燈管會再卡在這裡 基本上這樣一組就好了 我們接下來把全部都做好 好現在已經是 好了 不容易全部用完了 然後現在是晚上 已經晚上11點多了 好不容易把這個全部裝 這個燈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燈 這次用的就是4000K的 全部都是4000K的燈 好這個是6500K的 原本的 好明天 明天會再來把這個 做這個溫室的這個 綁這個白鐵線 來做溫室 這個全部都是也是要綁 白鐵線 然後做成溫室這樣子 好明天再來用 明天再來用 然後我這裡有綁那個白鐵 然後中間這裡還有做一個隔層 讓它出腳步不會塌下來這樣子 然後原本是有想說整個蓋起來 但是 假如整個蓋起來的話 哇像這個燈具在裡面有一次會潮濕 久了還是容易壞 所以還是打算以 像這個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這燈具就不會因為這個潮濕 而壞掉 之後那個塑膠布我有訂購了 它來了之後我會再 拍個影片給大家看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這幾天買的 這是普路 蠻便宜的就把它買回來 一個才一百塊而已 然後我可能會留幾個 幾個格子 種一些像這種小苗 普路的苗 因為剛好它可以保濕 小苗很適合在這種潮濕這樣子 的環境下去生長 會比較好育苗 第三個是 這幾架的 組裝方式跟過程 那假如有 戲劇想要跟 久博一樣這樣做的朋友 也可以試試看這樣做 那兩個只有兩盞T5 其實這樣就已經很亮了 兩盞T5就很亮了 那假如你想要更亮一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 用到三盞 三盞的話是會更好 只是三盞的話 可能會太亮了 其實這樣兩盞 兩盞來講 其實這個亮度 其實就已經很夠了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